特斯拉彻底拉库兜了 3月份整体销量62,300多台 4月1号到4月7号的单周销量 只有1880台 虽然现在有3到5年的免息 宝贝们 存量市场里边 特斯拉都拉库兜了 你想想 其他品牌还能好起来吗 4月份对于小米系车交付来讲 也是满满灯灯摇头晃脑了 特斯拉6月份之前 它不降价 我是你们儿的 甚至长续航版本 它陆续也会推出免息啊 特斯拉出5年 3年免息了 别的品牌它不跟吗 现在如果说你想贷款 买个二手车 那宝贝你真就是天堂了 你存大远走 现在燃油车 新能源车 纷纷都在降价 2月份的价格站 只不过就是个开胃菜 4月份真正价格站 开始轮起来了 想买车的关注 在院末 各地车展都来了 补贴也是嗷嗷给你 大部分主流品牌 也会给你推免息 或者是低息安接政策 现在车价降得这么牛逼 你告诉我 准新二手车有个买吗 你看看现在二手车 准新的卖价 跟新车差了多少 在评论区 把你差点上当 买了的二手准新车 扣出来 给大家门逼逼坑 我虽然是个臭车饭的 但是我希望 给我点关注的宝贝们 比我好 发财 身体健康 能让你白给我点关注吗 时时给你们 更新新车二手车行情 记住 想按揭买车的 如果说你喜欢这台车 等到时候低息免息了 干就完了 宝贝们 你们觉得 现在什么样的二手车能买 现在的车商老师呢 人脑袋已经亏成狗脑来了 如果不买 请别伤害 点赞关注 助你发财 上岸 买车前参考一下 总车地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 2020年买车千万变买贵了